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这两件事应该是比较一致性的 那么由于今年的这个主题都是疫情 所以我生活的比较封闭 直到前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个住建部也发布了这个口袋公园的这个政策 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规划的这个项目 我大概前几天我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住建部当时的这个标准 刚才几位领导专家也都提到了这一点 那么我觉得从总体层面上 它跟我刚才谈到的意思也是一致的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绿化 空间自然如何能够更好的跟城市 跟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 当然它上面提到这个口袋公园 一般指这个规模小 然后要向公众开放的等等一些特性 面积是在400到1万平方米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实践中间 好像还没有一个项目是超过400平方米 都是一些非常芝麻大的 这种非常小颗粒的这种事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就是提出来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分享 那这是上海的京桥 京桥镇 京桥是浦东开发的时候开始建设的 也是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基地 也是一个高尚的一个生活区域 我们在18年的时候 受浦东规划局的这个邀请 去参加这个京桥镇的一个 就是环境提升的这么一件事 它有个项目叫缤纷社区 我想这张图片基本上体现了 在不仅在上海 可能在我们中国大多数城市中间 所能够看到的一种场景 对吧 就是生活区域跟工业区域 景丽相连 然后都是经过这种非常严密系统的 城市规划所建设出来的 它中间实际上并不缺绿地 并不缺 也不缺公园 但是的话呢 就是由于在过去的建设过程中间 种种的这些因素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对象 我的好像这个 我就直接指吧 是这一块 这个边角的一块绿地 它的形成我觉得非常自然 因为为了主要的这个好的用地 都是用来建设指标 用于建设指标 对吧 那当然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 这个绿化指标 它就比较边缘化 所以这种边缘化的话 它也就导致 就边缘化的话呢 它就导致它的一个使用状态的一个问题 从大的这个布局关系上来讲 它是处在这一条这个分界道路之间 而且的话呢 这个小区的这个出入口都是往上面走 对吧 这是这个镇的这个中心 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边缘性的一个角落 那么这个角落的话 它又是由于它的一些分割 而导致了一种复杂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绿地放大了之后 它实际上是由这么几块所构成的 第一个是一个街角花园 这是处于整个城市公共绿地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边缘站 对吧 边缘站没地方放了 所以它就一般都会占用地地 这个以前也都经常会发生 然后这是一个居委会 居委会不能够占用到这个小区的内部的这种空间 所以也也被放到这 然后上面这一块的话呢 是它小区的内部的这个这个绿化空间 所以这么几个板块拼在一块之后 由于种种的这个原因 它大致的这种彼此的分隔 我们在17年去调研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地方 它不仅可达性差 而且这个极其的这个荒废 那么他们也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内容 包括像这种居民的这种摄影展 就想促进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 但可想而知就放到这么一种环境里面 一切它实际上都很难成为一种效果 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选择了这个 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直觉的感受 这个问题它是可以通过设计来解决的 而且应该是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设计来解决 因为我们想要的要素都有了 对吧 绿化广场 然后你的社区中心 然后你的一些居民参与的一些活动 那么重要的点就在于如何能够把它给组织起来 因此围墙是一个 围墙与分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它就相当于那种闸门一样的 对吧 关闭阀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方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当的一个措施的话 就可以能够把这个居民生活的路径 把它参与的方式 以及就是说这里的所有的场地 还有相关的要素就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最终实际上就设计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连郎 当然它是一个也是一段分隔的一个界面 但是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围廊 它是用来整合就是我们现有场地中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素 同时的话 它也有利于把一些角落的边缘的这些小的绿化能够把它给带活起来 所以最终就是形成了这个方案的话 这条路径就是这条灰色的路径不仅说是给这个小区增添了一个出入口 就是连接到这个清开通的一个地铁站点 同时的话呢 把居委会给释放出来了 就它成为了一个共享的一个空间 那么把它原来一个口袋公园 真正的就是给它能够闭还 对吧 原来它只是建了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花架 一到晚上非常是非常消极 非常负面 这个我得提醒一下 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城市的这种街角发源 或者边角绿地的话 如果说布局不当或使用不变的话 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负面性的一些因素 那么如何去提升它 这个是需要我们注入一些新的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内容 然后来共同来把它给整治起来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 就把这个原来的围墙变成了一条 这个非常温馨的一条走廊 使得它无所包容的那些居民的爱好 摄影的爱好 它有了一个公共性的展示空间 居民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都可以在这儿然后来休息 然后来看孩子 然后来遛狗 然后它的小区内部的花园 也把它改造成一个居民可以参与的一种花园 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居民的话 很多都是当地原来冻迁的这个农村人口 所以他们有这个种田 这个种花或者种菜的这个爱好 那就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到 就是说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一个共建里面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花一个一个一个景观 但是原有的一些内容也一个不少 比方说他去会停车场 稍微把它给挪了一个地方 也就让位于就是我们更加主导的这种社区花园的这种空间 那么外部的这个世界改善了之后 那么它内部的功能也就相应的得以的一个提升 所以这个原先的这个很闭设的一个居委活动中心 现在也就变成了整个这个周边社区的一个非常共享的一个节点 还有一些这种场地对吧 就原来停车场 那么还有这些口袋公园的小广场 也都成为了一些居民可以能够共享的这个内容 我们这个项目而且还实施了 而且还是非常便宜的实施了 而且还是东拼细凑的把它实施了 因为它当时浦东新区的这个兵分社区的计划 就你报一个提案只给60万 然后60万基本上做不到很多东西 所以把这个老旧社区的改造 包括还有这个居委会这个这个什么社区建设的一些一些小的这种项目 然后最后都给它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之后 然后我们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廉价 就是非常经济 但是又非常整合性的一个方案 然后把这个就是几个因素就给它整合到一起 整合到一起的话 这个在18年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冬天就这个照片还没完全完工的时候 或者居民就一下就跑进来 就就已经搬开这个隔离带就已经进来这个就开始来进行活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去 这个五年也差不多一晃开四五年了就是做的这么一个小型的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和提升的一个一个项目 那么也就相应的是反映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一些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设如何能够跟人的生活跟我们的日常性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结合 而这种结合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在今天提倡建设这个口袋公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初衷 那么这种初衷的话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实践中间 实际上也是比较多的存在的 我们会参与到这个市中心的这种小型的绿地广场的改造 对吧把这个绿化隔离栏给换成一个更加友善的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既留有它的绿化 但是又能够让人进入 同时呢又能够提供这个公共空间的这种生活特性 然后也会在这种老旧的社区里面通过一些非常简单 而且容易操作的方式为居民提供量一架 但是同时也能够给它提供绿色的空间 就是以一种非常轻巧的方式能够提升 就是有效的提升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居民的这种生活 我们也通过像类似像这种仓里园的围墙的这个改造 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很封闭性的一段围墙 把它改造成一个线性的一个花园 那这个花园的话不仅说是把一些边角空间都给纳入进来 都可以能够利用进来 而且的话呢也是为这个居民的这个上下班啊 包括还有他到菜场去买菜啊 提供一个遮风避雨 然后又可以停留休息的一个小小的环境 那么甚至有些地方也跟这种公交的停车场能够给关联起来 那这个案例是我们在过去三年里面所做的主要的工作 因为我担任了就是上海徐汇区的一个街道的社区规划师 所以有条件呢从一个更加广泛而整体的一个层面 来考虑就是就是我们社区的空间 以及这种居民的生活的这种 这种共享和互联的这么一个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地点的话呢 是在上海的这个许家会下面 就是靠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啊 就是那个上海万体馆在往南去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种场景的话呢 我想在北京在深圳在成都 或者在很多的城市实际上我们都能看得到 就是城市的一种新的发展区域 但是这个实际上它已经没这种新了 对吧 这个已经光阴仍然就一下就二三十年就飞掉了 过去之后的话 很多的事物也都在成就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规划的这个构架中间 就所思考的是如何去把一些 呃城市的一些因素给它结合起来 对吧 比方说像这个轻轨站 如何能够跟体育公园跟这种大型的购物中心结合起来 然后你的这种生活的主流线 如何能跟周边的这些小的这个社区 一块一块的社区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结合起来的话呢 充分的把已有的一些资源能够给发掘出来 所以我们从一张这个了看的这个照片上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么一种氛围啊 就是呃就是在以往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种错位发展 对吧 真正的这种绿化或者公园 它实际上并没有落位在居民生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 那么怎么来协调它 那这可能一方面是需要通过我们城市规划 和城市设计来进行一种梳理和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在研究的是一种就是结构性的内向外置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的社区 它的中心是在社区的内部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它如何能够反内而外对吧 把街道给整活起来 那这样它会能够双向性的有力 就是说能够既能够满足你地方性的一些功能使用 同时的话呢 也能激活这个城市的这种街道和它很多功能上的这种这种活力 所以像类似像这个超合金的这个案例 我们就是主要就在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同时也利用这个规划的这个过程 也实现了就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 就是一个社区的这个三一五洞 三一五洞的这么一个小的节点 我们是把它一直给实施下去 那么这个弄堂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平庸的一个环境 就是非常窄 然后一上下班车车辆来往 就是全都庸涩庸堵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极待解决和我们都非常需要去面对的一种现实景象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当的这种城市的一种空间或者说这种环境的这种设置方式 它跟我们的这种流动就是生活性的这种流动非常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一个机缘就是说如何利用在周边的一些小的绿地 小的这种边角地来一起加入进来 然后来疏解就是在这种老旧社区中间的空间条件以及各方面的一种约制性 因为像在这张图片中间所显示的这篇小的绿化 跟我们刚才在金桥的那个案例中间看到是一样的 它貌似好像处在一个很中心的位置 实际上它在社区和功能使用上是一个极其边缘和无人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如何去来很有这个方式的去调动它一下 所以我们调了一下这个概念性的界限 红线是用地红线 就是你外面的居民实际上是没办法进入到小区来用这块绿地的 但是我们从概念上面就是通过一些设计的一些方式 使得这个感受和这个使用的效率上面它增大 对吧 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做的一些概念性的一些设想 然后最后是真的把它给实现 但是这个小的这种公园的这个实现 不仅说让这个这个原来一个死角空间给复活了 同时的话呢 它也能够让这个原先的这个内壁化的这种这种社区也外向化 对吧 因为原来都是小规模的这种建设 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效率上面都非常的低下 我们通过一些实际上这也是有围栏的 也是有围墙的 但是你感受不到 对吧 就是它有这种台深的坐凳 以及有这种标示牌 这样它也是起到了这种就是内外的这种风格的一种效应 但是的话呢 它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间 它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差异 就感受上的这种差异 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园是一个开放性的 而且是整个人都可以来使用的 所以当它门位站岗 或者说整个这个人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小公园就完全就被大的这个小区来进行共同来使用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也做了很多 比方说拆除原先的这个仓储 或者说一些无用空间的围墙 然后跟我们这种高架下的这种防护绿带 然后怎么来共建 然后把一些这种原先的一些闲置的 或者破旧的一些一些小的店铺 也都把它给引入和加入进来 然后共同的开设一些这种日用的 这种这种小商店小商业 然后包括再加上政府提供的这种社区中心 所以就会就使得我们这个 就是原来这个总体规划上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高架轻轨站点周边 能够形成这个生活主脉的这么一个愿景 就往前跨越了一步 而这个跨越的话呢 都是在现有的一些场地因素和条件之下 把它给实现出来的 那么同时的话呢 也结合到就是很多其他的一些 一些共建 比如说像这个是315共的东段 刚才我们看到是西侧那一段 这是东段 东段的话它就是一个 大概三四米宽的一条小的一个通道 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东西的 但是它很巧 它边上的这个一个原来一个小一个学校 它在改建 改建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能够给完全的就融合进来 我们做下面这一段 下面这一段就是一个围墙的小改造 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的这个微绿化 就是已经局限到这个一个平方米不到的 这个见缝插针的这个状态 就是稍微折一下 就一些小就一块小的土地就可以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长树 或者长这种爬藤植物 而它的上面去就是来进行这个原来的老的校舍的改造 然后完全的把它给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城市规划 以及在一些小的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中间 我想就通过我们工作室 以及我本人在一些理论 还有实践中间的一些过程 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的 我想最后我借用就是 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这个一个一张图片 来作为一个结语 那么这张图片呢 它的题目叫做City is not a tree 城市不是一棵树 当然这棵树不是真的这个树啊 它是指这种树形的这种思维 就是分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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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导致呢 就是我们在城市中间的很多的这个因素 它相互断离彼此这个封闭 对吧 那么也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就是 无论是城市的功能也好 还是建筑也好 当然也包含着我们的公共空间 还有我们的公园体系 它的这个效能 打了一定的这种折扣 而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 口袋公园建设的这个 特别是今天这个主题啊 就跟我们这个城市微更新的一种 相应的一种结合 我的观点就是 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 它可能不仅说是在于一种 量化和指标方面 对吧 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一种生活内容方面 它更多的不是在于一种 绝对的一种品质 就是说你单个的把它 它要做得多好 多完善 多那个有设计感 实际上我们工作室 一直都在对这个项目的颜值 在降低要求 目标是什么呢 是希望它能够更好地 融入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 所以这个万物相连 应该来说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么口袋公园的话 它应该是更多的能够在这个方面 扮演的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角色 谢谢